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理发师就以为我是他的孙子 就是男的的孙子 然后他就觉得我的头发 被女的美容师美发师剪得很不整齐 他就觉得那个不够俐落 然后他就跟我爷爷讲说 他要帮我把头发整理一下 所以我就被他用那个推的那个什么 踢到什么就领了 不到平头来 大概比平头长一点这样 小环境就是 当然就是老师 老师还是会觉得说 稍稍其实有点状况啊 有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 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因为我在学校就不穿裙子 然后好像我的不穿裙子 跟我剪短头发这件事情 就对他们来讲 已经是同一件事了 其实大概也就是 十八九岁之后 我只要去 去理发院剪头发 就是我就直接会跟那个 就是理发师或者是剪头发的那个 设计师就讲说 就是要两边跟后面往上推 然后上面就是帮我打滑这样子 这个还不是我觉得 最完美的状态这样子 因为我比较倾向是没有头发 那你修一下 那修一下 就是现在这样 对 对啊 你做 然后到了工作吧 就是如果我就是 比较 怎么讲呢 就是有机会去把头发剪短吧 就是一个我要的那个 短的那个程度的话 就是有时候也可能 同事或老板 尤其是老板 比较会跟我开玩笑 他就说哎哟 没有跑去变性了这样子 就是那个东西已经 变成他会跟我开玩笑的一个部分 虽然有时候那是有蛮恶意的一种解释啊 这什么地方啊 这什么 打开 來 你怎麼賣這麼商風拜祖的雜誌 這些書都有問題我要全部帶走 這些是同時情緒文化材料的 哪有違法 袁老師不好了我被起訴了幫幫我 台灣社會就是需要更寬廣的情緒想像空間 好的主播 記者現在在台北地方法院為您插播一則最新的消息 婦女團體檢舉知名教授在學術網站張貼人獸膠圖片 他們憤怒的指出 這是假借學術自有之名 傳播變態的錯誤的性道德觀念 呼籲那些心胸狹窄 自以為意的保守團體 不要對任何不了解的事物 旺下定論 那就是奇事 沒看過嗎 要理性 要研究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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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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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